弟兄姐妹们平安 我们今天一起联修的经文 是以赛亚书第21章 主题是守望者 今天的以赛亚书第21章 讲了对巴比伦 对以东 以及对阿拉伯的预言 其中特别提到了守望者 我们今天所用的经文 出自中文新一本 以赛亚书21章1到2节 关于海旁旷野的末世 有敌人从旷野 从可怕之地而来 好像南地的暴风 猛力少过一般 我被指示去看一个凄惨的意象 那行诡诈的仍然行诡诈 那行破坏的仍然行破坏 以来啊 上去吧 马代啊 围攻吧 我要是一切叹息止住 海边旷野是指巴比伦 巴比伦平原 看起来像海边的旷野 以来和马代 是当时波斯的两族 这里先知以赛亚看到一个 关于巴比伦的凄惨意象 在巴比伦人形诡诈 人形破坏的时候 神已兴起以来马代 也就是在巴比伦之后 要出现的强权波斯帝国 来毁灭巴比伦 以赛亚在意象中看到的毁灭 杀戮是如此恐怖 以至于他惊恐战惊 到满身疼痛 如同在残难中的妇人 第五节 他们摆设沿袭 铺张地毯 又吃又喝 领袖们 起来吧 用油抹进盾牌 就像电影里的蒙太奇 以赛亚看到巴比伦 即将逼凶暴地毁灭 但又看到他们还在 摆设沿袭 铺张地毯 又吃又喝 他们根本不知道 危难已经临头 先知呼吁他们的领袖们 要赶快起来 准备迎战 临战前 用油抹盾牌 可以让盾牌柔软 不易被刺头 这一段的预言 后来 在历史上 意念于尼布贾尼萨的儿子 伯萨萨作王的时候 记载在《戴义鲁书》第五章 当时 心高气傲的伯萨萨王 大院宾克 并拿出他父亲 尼布贾尼萨 从耶路撒冷圣殿中 拿来的器具 显耀 结果 墙上出现 纸头写字 但一里 解读所写的 意思是 神已经数算 你国家的年日 到此完毕 而就在当天夜里 马带人 杀了 伯萨萨 灭了 巴比伦 我们前面讲过 以赛亚书里面的预言 藏有三重的 印念 但一里书第五章 记载的是 地上的巴比伦 青岛毁灭了 这是初步的 印念 而在 启示录第十八章 这记载了 属灵的巴比伦 最后 青岛毁灭 那是最终的 印念 在圣经中 属灵的巴比伦 是指叛逆 傲慢 邪恶的 敌对神的势力 启示录中 用大淫妇 来形容 属灵的巴比伦 启示录十八章说 要按他所行的 加倍地报应他 在一日之内 他的灾难 必然来到 就是死亡 悲哀 饥荒 他还要在火中 被烧掉 因为审判他的主神 是大有能力的 接下来的六到九节 神要以赛亚 设立守望者 六到九节 因为主这样对我说 你去设立守望者 叫他把所看见的 报告出来 他看见 骑兵一队一队而来 又有旅队和骆驼队 他就要留意 非常留意 后来守望者 喊叫着说 主啊 我每日 不断站在守望楼上 每夜 立在我守望的岗位中 看啊 有一队骑兵来了 马兵 一队一队而来 又有人大话说 倾倒了 巴比伦倾倒了 他所有雕刻的神像 都被打碎在地上了 当巴比伦倾倒的时候 他所拜的那些人手所造的偶像 根本不能救他 也跟着 被打碎在地上了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 神要以赛亚去设立守望者 守望者要站在高处的守望楼 昼夜守望 要警醒 要非常留意 即使留意敌经的来袭 也要留意时局的转变 敌人的倾倒 还要把所看到的报告给百姓 也要在需要的时候唤醒众人 好让百姓有时间做出回应 让百姓能平安居住 守望者在当时的时代 是非常重要的 同样 今天 我们也需要守望者 属灵的守望者 属灵的守望者 同样需要警醒 要非常留意 留意灵界的攻击 用祷告来守护神的百姓 神的家 也要在灵里敏感 能分辨属灵的季节 能唤醒在灵里沉睡的基督徒 一起走在神的保护之中 第十节 我那被打的荷架呀 我荷尝上的谷啊 我从万君子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那里听到的 都告诉你们了 这里 被打的荷架和荷尝上的谷 都是指神的百姓犹太人 先知说 我已经把神要行的事告诉你们 你们不用惧怕巴比伦 但要守望 要警醒 要依靠神 接下来的十一到十二节 是关于乙东的预言 乙东 原文做杜马 意思是极尽无声 在这里暗示乙东的困境 十一到十二节 关于乙东的末世 有人从西尔呼叫我说 守望的呀 黑夜还有多长 守望的呀 黑夜还有多长 守望的说 早晨到了 黑夜也会再来 你们若要问 就尽管问吧 也可以回头再来问 乙东是雅各的哥哥 以色列的后裔 所以也是亚伯拉罕 以色列的后裔 乙东人在困境 受欺压中很久了 他们来询问 黑夜还有多长 而先知的回答 似乎在说 目前没有什么变化 但你们可以回头再来问 可能会有变化 我相信神是在等待 他们来寻求 来依靠他 神仍然是在保守着 他们不必毁灭 弟兄姐妹们 我们是否有时 也会处在这样的情况中 某个困境 很长时间了 不知道何时是尽头 何时才能突破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要感恩神 仍在保守着我们 我们仍然有盼望 我们更是要转向神 信靠神 那么黑夜终将会过去 13到17节 是对阿拉伯的预言 提到迪旦 提马 击达 都是阿拉伯一些部落的城市 当亚述人入侵 他们倚靠互相帮助 完全忽略掌权的神 所以最终南逃灭亡 在一年之内 一切荣耀归于无有 16到17节 主对我这样说 按照故宫的年数 一年之内 积达的一切荣光 都必化为乌有 弓箭手剩余的人 也就是积达人的勇士 必定很少 这是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所得 按照故宫的年数 是说当你雇一个工人 说好一年 那就是一年 一天不能多 一天不能少 这是一种强调 时间精准的说法 积达是当时阿拉伯 最荣华的地方 但这个预言说 积达将在一年之内 失去所有的荣光 这一章提醒我们 列国都受神的审判 地上的列国 都是不可靠的 唯有神掌管明天 是我们可以依靠的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 你是审判列国 掌管列国的神 帮助我们 单单地信靠你 兴起更多的守望者 愿意昼夜 警醒祷告 为你的百姓 你的教会守望 我们知道 至终 巴比伦会倾倒 你会带领你的百姓得胜 谢谢主 求你祝福你的教会 祝福你的儿女们 祷告感谢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优优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